真的太多人來問了 明明我已經在巴哈姆特我的文章的下面 這邊 就已經寫了 能不能做到這回事 我都有講 還是有這麼多人來問 沒關係 我現在就拍影片 告訴你們怎麼做好不好 好我們阿商恐家我是魚丸 那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在 Minecraft 1.12.2的狀況下 做出道具的文字顏色 今天 真的 其實我可以原本不用拍這個影片的耶 怎麼還有這麼多人來問 好沒關係 我把你們 教會 好不好 基本上以後如果再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直接丟這個影片給他看了啦 麻煩S 那首先呢 我們要做的 今天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用指令生成器 做好我們要的道具 之後呢 先用 方選的方式 把 我們的 指令丟到 這個世界裡面 那 不確定大家知不知道 在 在Minecraft裡面 是沒有辦法打出 這個文字 這個 看得像雙S扣在一起的這個文字 這個文字呢 在Minecraft裡面 是顏色 其中一種 那 如果說我今天打 D 那 他出現就會是 粉紅色 那不幸的話我們現在可以打 文字 這樣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我們在雜像這個地方 這裡有舒漢羽毛筆 在這邊是可以直接貼上的 他就會變成 粉紅色的文字 那後面打什麼的 全部都變成粉紅色 那如果我要變回黑色的話呢 我只要 改成 只要改成雙S0 把它複製進去 接下來打的文字全部都是黑色 基本上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東西 那 這些文字呢 顏色類型 他甚至還有字體 粗體 斜體 還有底線之類的 基本上在我們的指令生成器 選擇功能 小工具 常用指令 這個地方 都找得到 在這裡 獲得顏色或字體碼 這裡 把它選成雙S 文字 按右鍵 顏色 這裡就所有的顏色 可以讓你選 這邊沒拍到 這裡有白色 字體 這邊還有一些東西 這些就是 我們今天會用到的文字類型 那 我們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在Minecraft裡面 除了書與鵝毛筆上面 沒有辦法打出這個有文字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辦法直接在聊天室 譬如說我打這樣 然後我打什麼之類的 它不會因此變成黑色 剛剛大家都知道雙S0 是黑色 對不對 但是我打字的顏色 卻沒有因此變成黑色 但是呢 在Function裡面 因為Function它是一個檔案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文字 存到文字檔裡面去 Minecraft在讀取它的時候 就會讀到顏色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用Function的原因 那 解釋完這些之後呢 我們要直接開始做實作了 那今天我們會帶大家做出一把 帶有顏色 的 鑽石劍 對 但是才只是木劍 對 到時候這一把木劍 會變成 上面會是寫 淺藍 淺藍色的字 上面寫鑽石劍 而不是像我們直接在鐵針上面命名 像這樣子 邪體 那我們今天 準備開始實作吧 那我們Minecraft這邊可以先不用管它 我們先把它 縮起來 打開我們的指令生成器 這個可以先留著 這個在 這個怎麼叫出來我再講一次 選擇功能 小工具 常用指令集 它就會出現在 我剛剛出現在錄影範圍外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拖進來 就在這個地方 選擇這一個 這邊按右鍵選擇 顏色 對這個框框按右鍵 只有顏色跟字體 可以給你選 那這一個準備好之後 準備第2個 選擇功能 道具相關 自定義道具指令 這就是 各位應該會很常使用到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今天先選擇 剛剛要的那一把 木劍 選擇 確定 接下來呢 我們這邊 這類的什麼都不用改 我們要改的是 自定義物品 先勾起來 讓它啟用 接下來 我們要讓它出現 鑽石件 三個字 所以我們要鑽石件 再來呢 在這個 要改變顏色的文字前面 插入顏色 所以我們這邊要選 剛剛說要的是 藍色 那我想要水藍色 就選這一個 然後複製 它就會把這個複製起來 我在這裡 貼上 它就會是 雙SB鑽石件 這個樣 生成 然後有的人 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直接複製 然後貼到 Minecraft裡面 是不是就會給了 那我們嘗試一次給各位看 貼進來 有沒有發現 雙S不見 這裡應該要寫 雙SB鑽石件 但是 但是當我們直接取得 我們就會發現 它變成 B鑽石件 它沒有給我們 原本的樣子 原本我們要求的樣子 那 接下來的步驟 需要另外一個工具 才能夠 達成 剛剛所要求的 那我們下一個工具 所需求的 叫做 NotePad++ 我們要的是 這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在網路上 免費版的 它打開來會想 像這個樣子 裡面會是一個文字 編輯器 長得有點像 Windows內建的機式 但是 它的工具多了很多 都可以看到 這邊一堆 那它就是 可以做比較 進階的事情 今天我們就不用 這一個 我們用NotePad++ 來做 這件事情 那 我們要做Function的話呢 基本上只要 這一個 還有你要的指令 就可以達了 接下來 我們只要把剛剛的 指令 複製 貼上 到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把 指令最前面 有一條斜線 這一條 把它刪掉 不要保留這一條斜線 因為在 Minecraft的Function 裡面運作的時候 如果 指令最前面 含有斜線 它會沒辦法啟動 就是它在設計 MinecraftFunction的時候 的一個邏輯 那我們只要把這一條斜線 把它拿掉 它就可以正常運作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們因為打在文字檔的關係 雙S符號並沒有消失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使用這一個Function 來達成我們要的效果 接下來 如果是在NotePad++裡面的話 記得這邊編碼 先點開 確定它是編譯成 UTF-8 括號 擋手 無縫 這一個東西 才是對的 如果它現在是 它現在不對 譬如說它現在是 ANSI 它現在如果是 ANSI 那請你 選擇下面這一個 轉換至 UTF-8 馬格式 擋手 無縫 不可以選下面這一個 選這一個才會是對的 請你選這一個 然後 你可以看到 這邊它其實會告訴你 你現在的編碼長什麼樣子 或者你直接點開 它也會告訴你 現在在哪裡 完成這步驟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做 存檔的動作了 檔案 儲存檔案 然後我們直接存在 桌面 檔案名稱我們直接打 GIF 那這一邊的名字可以隨便取 不過後面記得 要加點 MC 方 可 選 MC FUNCTION 然後 請把存檔類型 往上拉 選 OTYPES 這個新 點新的這個東西 點下去 請 改成 你的檔名 點MC FUNC 然後 ALL TYPES 這個樣子 存檔在桌面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東西縮小 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檔案 已經在桌面了 長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把它放到 到地圖檔裡面 然後呢 如果要簡單一點 我們就是直接 打開我們的 檔案管理員 然後在這個地方 輸入 % App App data percent 然後按Enter 就會進來 接下來選到 MyCrypt 然後選到 saves 選到你現在所在的地圖檔 然後打開 Data資料夾 然後打開 Function資料夾 如果沒有Function 這個資料夾的話 記得要自己創一個 直接右鍵 新增資料夾 然後打Function 就可以了 記得要加 進來Function資料夾 然後在裡面 自己再創一個 新的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名稱 必須要是英文的 而且必須全小寫 我記得沒錯的話 譬如說我們直接打 Game 這邊可以自己取 但是請記得你打的是什麼 進來 把你的gif.nc Function 直接從桌面放進來 接下來他就會在這裡 然後呢 回到你的遊戲裡面 先打 斜線 reload reload 把你的Function 重新讀取一次 讓minecraft他 他有感受到你的檔案有被變更過 輸入之後他就會說 已成功重新載入掠奪表 進度與函數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輸入下一個指令 Function 當然你可以直接按Table 然後呢 基本上 接下來的名字就是 Game 冒號 gif 就是你剛剛的資料夾名稱 在這裡 這是你的資料夾名稱 這是你的檔案名稱 這樣你就可以呼叫出你的 你的鑽石鍵 你的木製鑽石鍵 那當然 這一個指令 我們也可以把它剪下來 我們可以直接貼到 指令方塊裡面 按完成 踩一下 這樣就可以給一個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使用 Nopay++ 還有指令生成器 還有Function 這三方的東西 達成我們要的效果 那如果你要進階一點 例如我們今天鑽石鍵 以下要道具簡介 那我們可能到 其實它是木製的 然後預設它不是會是紫色的鑽石鍵嗎 我們這邊也可以直接修改 我們想要讓它變成正常 白色就好了 我們不要用 特殊的顏色 就用白色 讓它變成正常 就用 這個 用雙SF 然後直接生成 我們複製 我們只要把剛剛打的指令 直接把這邊覆蓋掉 然後呢 把這個斜線記得再拿掉 接下來直接 它是give.mcFunction 直接存檔 我們剛剛預設是存在桌面 所以它還是在桌面 接下來我們一樣把它拖進來 它會跳出取代目的地中的檔案或跳過 把它取代掉 這樣它就會進來 接下來 記得 一樣要在斜線R1L0AD 如果我沒有打這個東西 我直接再去叫一次 它給的會是 原本 的那個版本 但是如果我打 斜線R1L0AD 然後再去踩 它就會給一個不太一樣的 它會給的是新的版本 那麼 這一次的教學 就差不多到這個地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左下角訂閱 右下角喜歡 下面有留言可以繼續 提出你們的疑問 雖然我不一定會做教學影片教你們 好啦 那如果還有疑問 記得再到下面留言 那 這次教學都要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 各位 掰掰 掰掰 - 頂張會出現紅色的群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